2022年12月,德国18辆美洲师步兵战车在实弹演习中全部趴窝,没有一辆可以正常行驶,一次趴窝18辆着实有点离谱。 美洲师可是德国最新型最先进的步兵战车,模块化装甲,两种防护方案可以在战区根据需求随时更换。 先进的火控系统使其具备三代坦克的猎坚作战能力,美洲师的很多技术都可以代表下一代步兵战车的发展方向。 作为新型步兵战车,美洲师有一点小毛病无可厚非,之前有美洲师性能不可靠的消息,但18辆美洲师集体趴窝,火力军还是第一次见。 问题来了,美洲师趴窝的原因是什么?在实际作战中,美洲师这种新型步兵战车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美洲师是德国最新的步兵战车,2015年4月才正式列装德国陆军,自然也没有什么实战机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新。 在防护方面采用模块式装甲,共有两种防护级别,空运型A级防护与战斗型C级防护,防御能力远超同级步兵战车。 想要在残酷的现代战场生存下来,不能单纯依靠机动性。 在火控方面,美洲师可以确保全员实时信息交流,并且三名车组成员均配备观瞄设备,整体态势感知能力超过同类型车辆。 防御信息化能力带来的结果就是,美洲师的性能远超同时代的步兵战车。 下面就让我们好好聊一聊。 美洲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块化装甲。 目前美洲师拥有两种防护级别,A级防护和C级防护,其中A级防护属于空运型,战斗权重为31.5吨,可以使用A400M进行空运。 装甲组件可以确保美洲师全向抵御14.5毫米弹药的攻击,正面可抵御大口径炮弹破片,30毫米炮弹,以及反坦克火箭弹的攻击,底部至少可以抵御10公斤爆破地雷,与自断破片地雷的攻击。 在车体两侧和炮塔加装附加装甲之后,美洲师就能达到最高的C级防护,战斗权重达到了43吨,可以抵御弓顶式武器,全车都可以抵御30毫米炮弹的打击。 车辆侧面还可以抵挡反坦克火箭弹,C级防护属于战斗型,所有的附加装甲组件都是针对可快速安装设计的。 借助随车携带的器材,成员可以在占地安装附加模块,从而提升美洲师的防护能力。 由于美洲师的装甲是模块化,所以可将其拆下来进行空运。 三辆采用C级防护的美洲师,再加上所有成员及搭载步兵,需要4架A400M运输机,原计划还有B级防护方案,车辆可以经过铁路进行运输。 不过C级防护方案也能满足铁路货运尺寸的要求,B级防护就被放弃了。 此外,美洲师还安装有软杀伤的主动防护系统,在检测到敌方威胁后,通过红外干扰器,多光谱伪装烟雾,对抗对反坦克导弹与炮兵制导导弹。 美洲师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外界对它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毕竟设计理念不错,模块化的装甲可以根据不同的作战环境选择不同的防护方案。 但是在实际使用时,美洲师这种模块化装甲比较麻烦,需要频繁地对附加装甲进行更换,拆了装,装了又拆。 尽管在设计时,美洲师就已经考虑到安装程序的简化,但是更换沉重的装甲模块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至于火力方面,火力均只能说有点弱,这也是德国陆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美洲师的主要武器为莱茵金属的30毫米MK30机炮,目前这门机炮可以选择两种弹药,一种是刺口径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穿透性较强,用于对付中轻型载具。 另一种则是全口径多用途与编程隐信的空爆弹,可以设定弹丸的空爆时间,从而杀伤躲在隐蔽物后面的敌人。 副武器则是一艇MJ4型机枪,口径较小,只有5.56毫米,有效射程和威力也不行,最重要的是美洲师没有装备反坦克导弹,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敌方坦克或重型装甲车时,美洲师并没有将其摧毁的能力。 这个问题其实在逐步退役的黄鼠狼步兵战车上就已经出现了,不过黄鼠狼步兵战车属于一款1960年开始研制,1971年5月7日才开始装备的老式装备, 当时的车载反坦克导弹技术并不是很成熟,德军没有为其配备反坦克导弹也有那么一点道理,而当前的美洲师步兵战车之所以无法装备反坦克导弹,原因就是预算超标。 在研制阶段时,美洲师是打算装备反坦克导弹的,但因为预算超的太多只能选择放弃,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黄鼠狼步兵战车全部退役,那么装备美洲师的德国装甲兵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他们手中的所有车载武器都无法有效击穿敌方的主战坦克。 MK30型机炮在发射穿甲弹时,只能击穿63毫米厚的垂直装甲,即使是面对俄罗斯老旧的T62、T55,美洲师的30毫米机炮也无法对这些老式坦克构成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德国已经对美洲师进行升级,2023年4月,德国联邦国防军与美洲师的生产商PSM公司签署合同,升级143辆美洲师步兵战车,将最初型号的美洲师升级为最新的SE标准。 该合同总价值约7.7亿欧元,此外在2021年6月的时候,德国就已经签署合同,将154辆德军现役的美洲师升级到SE标准,加上之前斥资5亿欧元升级的40辆美洲师,德国达到SE标准的美洲师数量达到了337辆,预计所有升级工作将在2029年完成,将美洲师升级为SE标准。 主要项目就是在炮塔左侧,安装双联MELS反坦克导弹发射器。MELS就是以以色列长钉LR的改进型,射程4000米,可以有效对付各种装甲目标和攻势。 另外还有独立于炮塔和副武器系统,新型数字化无线电台,供驾驶员和步兵班长使用的高分辨率昼夜摄像头,炮手和车长使用的彩色光电系统等等。 升级完成之后,美洲师的作战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了。作战使用,虽然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作战任务不包括对外快速部署,但需要执行维和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德国的步兵战车需要快速抵达战区,在大规模作战时,防护水平也要尽可能与坦克相当。 而德国陆军之前装备的黄鼠狼系列,由于重量的限制,无论怎么改进,都无法使用A400M进行空运。 此外,黄鼠狼系列的防护水平也不足以应对反坦克导弹的威胁。 从武器装备可指挥性以及机动性方面来看,黄鼠狼系列步兵战车已经达到了系统工程的极限,无法满足德国陆军未来作战的要求。 新型步兵战车已经迫在眉睫。 2002年9月,德国联邦防务技术采购局确定了新型步兵战车的需求,具备战略机动性,可用A400M进行空运,采用模块化设计,负担多种任务,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在作战地域内进行组合,具备发展潜力,自动化程度较高,满载兵源不低于6名士兵。 这种新型步兵战车就是每周师,其实早在1983年,德国就开始研制新一代步兵战车了,不过当时是按照轻型履带式装甲车研制的。 随着苏联解体,设计需求发生了多次变化,原始设计也几经改变,直到2002年才确定最终的需求。 2005年12月,第一辆美洲师原型车下线,2015年4月正式列装德国陆军。 在实际作战时,美洲师步兵战车需要与豹二共同行动,这就要求车辆具有较好的机动性。 由于最初设计的柴电驱动装置不能满足德军的最高要求,为此美洲师的动力系统换装了MTU公司高功率柴油发动机,功率1088马力。 在保持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时,最大行程约为900公里。 当然,既然是新时代的步兵战车,火控侦察系统肯定也不错。 美洲师配有数字化火控系统,包括双向稳定系统,炮掌观瞄镜,车掌独立周式观瞄镜,多功能显示设备。 新一代弹道计算机和激光测距仪等,而且美洲师还采用了平面探测技术,可以将不同观瞄组件获得的图像叠加到一个目镜里。 这种技术不仅能弥补单个观瞄的不足,还能让成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外接信息。 导航系统实现了全员实时信息交流,三名车组成员均配备观瞄设备。 美洲师整体态势感知能力超过同类型车辆,特别是车上独立观瞄镜, 使美洲师步兵战车具备了三代坦克必备的猎剑作战能力。 在战场上,车长发现目标以后,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目标的距离、大小、移动速度等信息传递给炮长。 之后炮长对该目标进行跟踪与消灭,车长则继续搜索下一个目标。 必要时,车长也可以同时附猎剑,超越炮长,直接控制武器射击,并且美洲师采用了一体式成员舱, 这样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抢救驾驶员,并找一名士兵进行接替。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还是因为美洲师配备了遥控无人炮塔,没有常规的吊篮,成员舱内部有空调, 集体式三防系统,并配备无毒灭火装置,发动机舱有独立的灭火系统。 美洲师与全尸犬类似,也有很庞大的家族,德国在美洲师的底盘上开发了多种变形车辆, 比如指挥控制车,迫击炮车,防空车,反坦克导弹车,直瞄射击武器平台等等, 只是美洲师性能虽好,但可靠性方面不太行。 在实战演习中,甚至出现18辆美洲师全部爬窝的情况。 2022年底,德国第37装甲步兵旅,在该国萨克森州进行了一场实战演习, 共18辆美洲师步兵战车参演,只是在演习过程中, 这些步兵战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故障,最终没有一辆步兵战车可以正常运行。 尽管美洲师步兵战车一直都有性能不可靠的名声, 之前也出现过驾驶舱失火,炮台故障等问题,但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技术故障, 一次爬窝18辆,受演习事故影响, 德国国防部紧急叫停了美洲师系列产品的采购项目, 在充分证明美洲师性能可靠之前,政府绝不会再下新订单。 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美洲师步兵战车为什么会集体爬窝? 之所以会出现故障,有一部分原因是出在制造上。 德国很多的大型防务企业并不是所有坦克和步兵战车的制造都在德国进行。 为了降低成本,这些企业进行了军事工业的转移, 在其他国家制造坦克的零件,这就导致在工艺、质量和控制方面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而且美洲师步兵战车属于正儿八经的新一代设计, 就算是KF41本质上还是上一代改进设计, 而新的电子机械等方面导致维护的复杂程度几乎倍数上升。 举个例子,美洲师的驾驶员、车长、炮长都有独立的热成像和十几个摄像头, 还要配备额外的双稳加热成像。 各种电子设备复杂程度远不是普通步兵战车可比, 升级到S1版本的价格就要500多万欧元, 足够其他国家采购新型步兵战车。 还有就是维护的问题, 这些趴窝的美洲师参加前三阶段演习的之后, 没得到正常维护,第四阶段演习就开始出问题, 火力军觉得也很正常,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这18辆趴窝的美洲师中, 只有一辆线路起火的坦克需要正常维修, 其他的问题则要归功于车组人员操作不当, 问题包括成员一脚踢坏显示器, 功能开关没按,以为故障,各种操作错误等等。 就火力军而言, 美洲师步兵战车的确有一些小瑕疵, 但瑕不掩瑜, 一定程度上来说, 美洲师的很多技术都可以代表下一代步兵战车的发展方向, 比如数量多到爆炸的各种传感器, 据说参加捷克步战竞标时, 美洲师移动射击是40发重37, 其他的步兵战车最好成绩也只有他的一半, 而有最高40多吨的重量, 美洲师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各种复合装甲, 他的复合装甲价格差不多是普通复合装甲的7倍, 而现在的步兵战车也正趋于重型化, 步兵战车重型化, 德国地面装甲的典型代表就是美洲师, 性能先进造价昂贵, 在最高级别防护下, 车体权重与主战坦克不相上下, 同时其机动性也不属于一些主战坦克, 这样的高配置不仅说明美洲师可以伴随主战坦克作战, 还代表了步兵战车的发展方向, 在地面作战时, 步兵战车的作用越来越大, 只是相较于坦克来说, 步兵战车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护力不足, 要是遇到了比较重型的武器, 那么不仅不能对自身进行防护, 而且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对此很多国家开始研制重型步兵战车, 这种战车加装了比较厚的防御装甲, 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步兵战车在战区的生存能力, 但是在加装了防护装甲的同时, 重量的增加, 战车的机动性又会有所下降, 对此像以色列等国家就提出, 将旧型的坦克直接改装成重型步兵战车, 这样既省钱, 而且也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比如以色列磁虎步兵战车全重40多吨, 目前步战车两条线主流都是往重型化发展, 履带是直接往40吨以上发展, 配30至40毫米机炮打埋头弹, 轮式步战也是30吨以上, 比如全尸犬, 美国因为需要追求全球快速部署, 被迫减重来迁就运输能力, 但是想要在残酷的现代战场上生存下去, 不能压宝在步战车的机动性上, 总的来说, 作为德国最新型的履带式步兵战车, 美洲时也是世界上驱至可数的技术先进, 性能优良, 并设计独特的新型步兵战车, 可以根据作战需要衍生多种型号, 甚至有消息称, 美洲时步兵战车车足物可能取代豹二, 虽然有些夸大, 但也说明美洲时的性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光荣级在现代战场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